好 凌晨三点去新媳妇嫁 我没去 我不去 我是负责什么的 我是她进村之后 我负责 怎么还进村 讲了吗 您别见笑 因为我家里边 我的父母都在家里面 他们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我不可能总是在太遥远的地方 我得照顾他们 第二个就是 那个地方找对象非常困难 我今儿来人不少 满坑满谷 单凭听下场能来这么多人吗 就是冲着这个非你莫属 非你莫属老板 首先说谁 才好 必须得说说他 从开拨就坐这 那椅子快成他家的了 我看 特别有一个特点 每回不太爱说话 一到竞价的时候 选手一问 老板您的工资能加点 我们这个一般都是double 两倍 你double 人家出一万 你出三千 double之后六千 跟人差四千 以后一会拿钱包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怕别人拿钱砸死我 一会可以尽量把钱 拿钱买了我 是吧 第二个 异邪教育 利浩阳 说话非常有特点 一说话 就一问问题 首先这个眉头就皱起来 然后脖子往前抬 人家都是比 人家都比 比腿长 人家都比腿长 他比脖子长 我明白 你说的这个事情 不现实 我听着很不可思议 就这 没什么表情了 没什么表情了 就跟古代那个关公一样 知道吗 那个要不说呢 古有那个铁面关公 关心肠 今有医学教育 利浩阳 清华大学 是的 理工科 对 理工科 标准的清华理科男 对不对 还好 对 那个本科是在 本科是 北京科技大学 是学系的 数学系 到了硕士的时候 就考到了清华 软件工程专业 对 是的 功课怎么样 功课中等吧 都过了 对 修的课都过了 怎么那么含糊呢 这话说的 出了点问题 有一课没修 你看 我说藏着话呢吧 我问他 都过了吗 修的课都过了 我为什么觉得 你看 我跟你说 像我这样 在大学当老师的人 对你们每一句话 你们设的陷阱 给自己弄的包袱 什么叫没修 没选 学分没修够 学分够了 然后有门课 在计划外的 然后突然就 就出现了 然后就没修 然后呢 然后就要 就当时没修嘛 就错过了 所以要重修一下 就好了 你们班都有这些问题 没有 只有我一个 就是啊 那其他人 怎么没这问题啊 这个事情 我也很难解释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像天外飞天一样的东西吧 对 我当时也是 跟老师这么解释的了 这也是信 看谁的这是 你聊着聊着天 老往这看谁的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后面没这么埋 没有 就你进行过哪些重大事项 还应急处理得非常好 大家说大拇指 最近一件 最近一件 应急应的特别好的事 就是一朋友结婚 好多朋友去帮忙嘛 我就去了 凌晨五点 把媳妇 新媳妇接回来 凌晨黑着就去接 黑着就去接 因为七点多天 合法吧 必须合法 必须合法 因为风俗嘛 我们就跑半夜就去了 好 凌晨三点 去新媳妇嫁 我没去 我不去 我是负责什么呢 我是她进村之后 我负责 怎么还进村 小文老师 没事 您别见笑 不是 是进村是吧 她是村里边的 应该是 好 是 得这么说 那咱就叫回了家了 什么叫进村了 好 说 你负责什么 我负责那个通知的 我在那个石子路口站着 我一看 前面车队来了 我后边喊一声 因为学生业的 这也是 然后带着激动小分队 你你负责点火 你你负责什么 你你什么 把电炮给我用过来 我负责 因为新媳妇一来 她得放炮啊 这是 必须要推装的一件事 就是说最近的 因为是最近的 这话个别人也能做 他就说他领导的特别好呀 然后 不是 把你的应急讲一下 就是 铺垫 前面说的是铺垫 对 后边 说事来了 来来这 不防会定期盘点 但如果一旦盘点的话 你这边出了问题 或者对不上数 你会怎么处理 他是这样 就说咱们前期的盘点 他说每一月的盘点 他肯定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是要报审的 要经过财务 人家批 看确不是 是不是正常的差额 我走到上一家的库房 做到什么 因为他一天是24小时上班 就是白班和夜班交接 那就逼得我们天天点库 那你一万平米还天天点库吗 那么大 我们就点 因为他是24小时交接班 你这一班你不点的话 你当面不交接清楚 要是发错了货的话 他这一班会和下一班扯皮 所以这就是 其实是可以运用新技术来减少 刚才他们说的那些问题 你要是靠人海战术 反复都是清点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他点库是这样 他也看也有快也有慢 根据咱们实际摆放 那我这个货品摆放是有统一规定的 咱们十个高就是十个高 几个宽就是几个宽 那这一排一过去就是200件 对吧 咱们一秒钟就过去了 看到 各位现在发现一点吗 老板呢 被人的无强弄得 哑口无眼 对吗 对不起 说得非常好 仲林这以为是多深刻一问题 如果要是缺货 没凑齐货怎么办 这有规章制度啊 什么级别应该是经理 什么级别应该归老总 该点货点货 那马上有 哇 那你们24小时点货 那得多少人 这还说得科学管理 哎呀 经常点货 这一溜一下两秒钟 多高多热 好 可以了 你们这些理论派 你们这些当老板的 但是孩子的字写得跟塔虫一样 你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吗 怎么说呢 有些方面确实随意 包括就是从我的 就是从反正这个字 从小就是 是我的一个伤 等一下哈 我这里面 如果我看了这个字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看的字 但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字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孩子 我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经历 很多孩子的统合不好 他从小就是字写不好 跟他的站姿也有关系 身体语言 你的表情 都展现了你的内心 廷辉 廷辉你这样过分了 家里面是在农村 家里面是农村 所以 廷辉我希望你得出任何结论的时候 不要那么莽撞 我有些话我不愿意说 他们家的生活条件一定不好 所以 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你说站姿 从农村出来的 你们是一些城市里的人 动不动用你们的标准要求所有人 然后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 就是我们不努力 就是我们随意凭什么你们就是努力 凭什么你们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 你们的条件都很好 我在农村生活过 我上学要自己拿 自己拿柴火来 把我困得 我在那块睡觉 我的书掉在炉子里 我最感谢的老师 从炉子里面把书给我剪出来 我的第一烧梅浪 这是我的第一个语文课本 我的语文课本 我的街坊买不起 我邻居孩子和我一块看 我在农村上来的 所以我自恋不好 怎么了 岂有此理 你可能离开高校很多年了 现在的大学是这样的 我是大学老师 是这样的 大学高校里面 他前三年是读书 我是大学老师 所以我没有离开高校很多年 你说这句话让我不高兴 我从1990年进入高校到现在 21年的时间 我从未离开过高校 好的好的好的 这样子就是 您作为一个学生 离开高校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现在的是这样子 现在大四的学生啊 基本上都去找工作实习啊 然后课程 大四的课程呢 会在大三那一年提前赶出来 也就是说大四这一年 只要你的基点够 然后你把学费交了 然后你保证一些什么手续啊 你可以签 你就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 也就是说 我再读大四的这一年 无非就是拿一年的学费 去等一张大学的文凭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第一呢 咱们说话交流的时候平静点 你真的不用眉飞色舞 然后第二呢 大四那不叫什么都不干 大四有很多事情 可能没有在学校上的课 但是有专业实习 要有毕业作品 不是你一个高校是这样 现在全国很多这样的高校 而且 这是一个有传统的事情 大四是一个毕业的状态 嗯 对 我想教大家说不一语 说什么 不一语 不一族的语言 他是不一族的嘛 对对对 教我们说我爱你 怎么说 其实我真想说这个 嗯 然后我教哪个老板呢 一起教是吧 你就教我跟那个短头的老板 你教他们说一句 我不喜欢短头发 会不会说 会 我不喜欢短头发 然后第二句说我爱你 好 再加一句对不起 好 我不喜欢短头发 我爱你 对不起 嗯 再说一句 请原谅我吧 嗯 太常了 你们学不会 嗯 我 怎么说 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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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咪 咪 咕咪 咕咪 咚就是 咕咪 爱就是咚 咕咪 咕咪咪 梦 梦 梦就是你 嗯 咕咪咪咪 咕咪咪 咕咪咪 对 咕咪咪咪 咕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咪咪 咕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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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谢谢大家